今天是拜祀 要休息了 不是看到阿楷就叫是拜祀 因為這個林鄉旗的郷土還有更加強一些 差不多是來到郷烈大陸年議團 要接近了這個韓流的標準 所以說今天我們計這段時間 來跟大家提醒說 明天在後日這兩天運動要更加 不是清楚這樣而已 今天可能很多朋友感受就說 沒有那樣計劃 但是現在外面其實來照北部這裡 也差不多是十三度左右而已 原本高級其實差不多 這個林鄉旗還在那裡 明天在後日可能會更加冷一些 來看未來這禮拜的溫度 還有天氣的變化 冷到拜五 拜六 這個上級溫度 北部這裡有可能來接溫度 多次裡面可能有這種溫度 但是可能明天要接溫度 可能沒那麼簡單 對於說分減少很多 明天的分數沒有這麼少 我個人的普通應該分沒這麼少 日後沒這麼嚴 明天其實就沒這麼大 這如果是說要這麼激動 要加上分酒 地面的消費 算幾乎可能才會這樣 但是比較更快的地方 也有可能在高娃 比較更快的地方 有可能出現這種溫度 多次裡面要這麼激動 可能就是拜六早上 林鄉旗的量 到拜六可能還有增加一些 禮拜日是溫度給他起 後禮拜他看起來 但是我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資料 這冷空氣就來不說太明顯 所以差不多 禮拜溫度回起了之後 日時的溫度就差不多都 都董在這個二十一二度左右 變化不太大 不像前一陣子 這個林議團一減少之後 開始透南風 溫度就回到很熱 會記得前幾天又像青春夏天 主要是透南風的關係 這一波減少之後 不是南風 還會有淡百風 所以說溫度就算回 也回了不說太高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拜五到今天閉起來 林鄉旗稍微增加一段 到拜六林鄉旗稍微增加一段 禮拜日時溫度這麼回起 禮拜日早上要是冷 東部這裡也是一樣 這個溫度還稍微降低 一直喝到禮拜頭 禮拜日時溫度才回起 那如果貨水 起床宿舍步起來這三天 可能太過激了 暈沒這麼久 暈應該有比較多 下禮拜主要是有鳳鳴過我們台灣 所以說北部東部這裡貨又增加 但是主要是拜日這一天而已 所以說未來這禮拜天氣比較不穩定 是下禮拜日 這個鳳鳴過 不然說北部東部 其實這個中部這裡也有好 我們來看中南部這裡 中南部這個溫度 未來這幾天冷 也是冷到禮拜的早上 一早上也只有十三度而已 南部這裡差不多是在十五六度 你們說期還有稍微增加一些 日時的溫度這兩天 可能就差不多二十一二度 這二十一二度是在南平 甚至分臨加在這裡 台中中華日時沒有這麼高 南部這裡看起來好像有二十四度最高的溫度 但是這應該是在冰東 在台南高雄運動部這麼高 台南高雄日時可能差不多二十二度 二十一度而已 這對平常時的台南高雄來說 會覺得冷 對北部地區的朋友來說算高 還是對南部的朋友來說 二十一二度算是冷 也是一樣到禮拜開始 禮拜日時的溫度就會回起來 南部這裡看起來差不多 其實南部日時的溫度也會回起來 後面也回到沒有說太高 這最主要是還有淡北風町的 不是這個透南風 後禮拜方面來 這個中部這裡也是一樣有好 明仔仔開始對中南部來說 就比較沒什麼好水了 因為這個華南的風 差不多明仔仔就離開了 但是還有淡北風町的北部去附近 因為這個地形的影響 可能粉比較多一些 不像是氣象數所高的粉這麼少 粉如果吸收到第一點 就是地面的消息比較會刷開 這一陣子比較比較冷 但是這粉如果這個地面的消息 沒有刷開 明仔一陣子要到十度 在那肚子裡面可能不這麼高 但是可能也有差不多十一二度這個溫度 所以說中共一句就是說冷就對了 明仔仔後日這兩個溫度 還會降低一些 這是今天我們在這個時間裡面 特別要跟大家顧著 就是說冷口氣有稍微真強一須 冷大家千萬多要注意 尤其是我們老大人 在家裡面也要注意一些老大人 這天氣冷 一早上爬起來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火梗是熟起來之後 有可能這個火梗會啪去 所以說要注意這種天氣冷的情形 好來我們今天特別給大家報的這段時間 差不多我們用天天的時間來給大家交代這個天氣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多這段時間就跟大家來結束了 好 感謝大家在這段時間繼續來跟我們生活 我們後禮拜日拜六同一個時間再會 拜拜